我这期视频跟大家谈一个我的感受 今天早晨刷了一个视频 我有非常深的感受和你们分享 首先我说几个人的名字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第一个李亚鹏 大家都知道吧 中国内地的演员 也是很有名的 一个是他的前妻很有名 王菲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欠外债 在这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 欠四千万外债 然后欠员工的工资 所以李亚鹏在影坛还是挺有名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现在的媳妇海哈金喜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演员 她是中系毕业的 然后还是模特 我今天掌声刷到的视频的主人呢 就是李亚鹏的岳父 赫李亚鹏的小女儿 叫夏夏 两个人一起 他岳父叫成江 就是李成的成 大江的江 如果你们感兴趣 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抖音搜一下这个人 然后他骑着一个三楼车 三楼车后边坐着他的女儿 海哈金喜 还有他的外孙女夏夏 然后他们三个人那个画面 让我特别感动 就那种画面特别温馨 我感动的点在哪里 首先啊 成江就是李亚鹏的岳父 比李亚鹏就大八岁 年龄差这么多 比他的女儿大了十九岁 任何一个当父亲的 找了一个这么大 比自己女儿大这么多的老公 大家想 他当时会是什么心情 他会愿意吗 还有一个 他女儿的老公 负债那么多钱 而且前几年 那个负债的名声非常不好 因为还不上钱 可能都限制高消费 而且他的前妻是王妃 又那么有名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 心里边肯定是抗拒的 我肯定不同意 我的女儿找一个二婚 还有孩子 然后还负债 年龄还那么大 普通人的想法 肯定会不愿意 但是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父亲真的是大爱 他爱他的女儿 他尊重他的女儿 如果没有尊重 我想这桩婚姻 他肯定是干涉的 肯定是反对的 但是呢 看到现在他和女儿 其乐融融 非常有父爱的画面 我敢说 这个父亲真的是有大胸怀 大格局的 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画面 我这么感动 因为我爸爸 在我心里边是有阴影的 就是有些事 他那种家长志 就是他说了算 如果他不同意的事 你根本都实现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父爱如山 海哈金喜的爸爸 那种父爱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所以通过这个画面 和这个真人真事 我就感觉到什么是爱 爱一定是尊重 如果没有尊重 谈不上爱 过去那种家长志 我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我让你往北 你不能往南 我让你往东 你不能往西 无论是婚姻工作 都要父母来决断 但是 有多少人会过得幸福 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地屈从 所以今天早晨那个画面 真的 哎呀 我久久都不能平静 特别令人动容 真的 朋友们 如果你们感兴趣 你们可以去抖音搜 橙江 橙是里橙的橙 江是大江的江 搜他的抖音号 他记录的都是他和女儿和外孙女 在一起那个幸福的瞬间 特别是最新的一期视频 就是他骑的小车 然后车后边坐的他女儿和他外孙女 那个画面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因为这一段关系的背后非常复杂 因为有年龄的差距 有经济的问题 是吧 这么多问题困扰着他们 但是这个父亲对女儿的爱 还是那么热情 生活当中有很多父母 真的就把这些利益啊 年龄啊 经济条件呢 全都放到最主要的位置 有多少人把女儿真心的感受放在前面啊 所以在婚姻的问题上 很多孩子和家长的意见不一致 最后反目成仇 所以真的就觉得这位父亲 真是大爱啊 懂他尊重女儿 那必定是海哈 惊喜的选择 他选择的李亚鹏 所以他的父母 尊重他的女儿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直到现在 我仍然被这个视频感动的啊 我希望是真的 不然的话 不会对女儿啊 那么温柔 对外孙女儿啊 那么照顾有加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早晨看到这期视频的感受 我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感谢观看